孩子越說越故意 處罰都不怕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種孩子到底該怎麼教呢 今天來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集 就是年度的 我覺得說人類跟地表上面 如果說要最難教的行為的話 今天的這個議題 應該是排行榜其中一個 為什麼 因為真的這種小朋友就是很難破解 他會越講越故意耶 而且除了越講越故意以外 處罰都不怕 你家的孩子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如果有的話 今天趕快進來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方法的話 你就會常常被激怒 那被激怒的結果 最後只是兩敗俱傷而已啊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不知道怎麼教 像今天要開這個議題的時候 下午就好多媽媽來信啊 像一個三重的一個媽媽就來信說 老師我都有聽你的方法做 但是兒子呢 在上課的時候去弄人家 然後我先好好地跟他談喔 他都知道自己錯 然後用好好談的方式有改善一點點 可是後來沒幾天 又去弄人家 我又被叫到學校裡面去了 最後呢 回家我只好把棍子拿出來 然後呢 就跟他講說 我打你這樣子 你舒不舒服 好 那孩子當然跪地求勞啊 然後媽媽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講不聽呢 還故意去弄人家呢 你明明知道說 不舒服 你為什麼還要去弄人家 那孩子雖然跪地求勞喔 孩子雖然說我不敢了 不要再打我了等等 然後結果最後還是一樣 一個禮拜 也就撐了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很多爸媽媽都說 欸吃軟吃硬都沒有用欸 而且都是欸 我覺得今天如果你有感同身受的 真的應該要進來 因為很多的爸媽媽真的是快瘋了 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要討論這個議題啊 其實蠻實用的 而且蠻實際 你一定會遇到 你說有沒有 你家裡面有沒有這種狀況的 就是真的是 欸 講不聽 故意去 很故意 我覺得我今天要講了 講不聽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今天這一集要講的主要主軸 我今天下午跟大家溝通 主軸在於 欸你覺得他很故意欸 齁 他是很故意的 然後還有這一類的小朋友 就是常常讓你覺得說 真的是處罰都不怕 那你是不是做錯處罰 那大家又希望說 教小孩不要都只是用處罰的那個方式 黃老師你也常常在講說 可不可以用鼓勵的那種方式 可是鼓勵沒有用啊 所以其實呢 今天開這一集 其實有時候是自己打臉自己 因為真的有些孩子就是 就是鼓勵沒有用 我們過去當然是希望用鼓勵民主制的教 但就是有一群 鼓勵沒有用的 軟硬兼施都沒用 盧美美 哈囉 媽媽你好 黃紫雲 你們家的有沒有那種 軟硬兼施都沒有用 有人講說我兒子也是 湯姆 哈囉 晚安 你有跟那個導播說晚安 好 沈莉娜 哈囉 晚安 有沒有發現吃軟吃硬什麼都不吃啊 齁 什麼都不吃的齁 好來 賴吉米家的小朋友會不會是這樣啊 我們先來對照一下齁 我今天想要講的一個整個主軸跟大綱 簡單的30分鐘可以讓你學很多齁 這就是我們開教養直播的一個重點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討論 你可以在這邊齁 很多很多的新同學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整個粉絲頁的平台已經快要突破120萬人囉 在我剛才看的時候 現在是1198922人 OK 好 來 應該可以在今天晚上突破120萬齁 好 來 那我覺得大家聚在這邊就是想要了解一些比較實用跟具體的方法 不喜歡聽太多的大道理 那王老師也不想要講太多的大道理 只想要告訴你怎麼教 怎麼教齁 今天講的就是地表上面魔王級的 很故意 講不聽 然後呢 處罰都沒有用 好好跟他說只能撐個幾天的這一類的小孩 齁 如果你家有的話趕快進來齁 來 對照一下 越說越故意 挑戰底線 有沒有這樣 第一個 明知道不可以喔 他還是去挑戰底線 第二個 這次被罵 下次還是一樣 有的話請你寫下號碼來 寫下號碼 看看你家的孩子是哪一種 第三個 做不好也常常無所謂 齁 越大越無所謂齁 沒關係齁 真的有時候真的是 皇帝不及 即使太監齁 好 第四個 對他軟硬兼施 齁 都沒有用 第五個 都要大人很兇 才會怕 而且是要到很兇齁 齁 重點是很兇 好 第六個 常常有故意的行為 第七個 不怕罵 也不怕處罰 然後 第八個 對大人總是有很多意見 然後不服氣 好 第九個 鼓勵雖然有用 但是後面又常常沒有用 好 第十個 依然故我不聽大人的 這十個 已經線上已經有三千人了 好 三千位爸爸媽媽們 你的孩子有沒有這些盡頭 好 今天呢 這些盡頭呢 我覺得叫做特殊體質 我常在講特殊體質 那特殊體質的孩子很多 而且年齡越大的話 越接近特殊體質 好 三千零四四位爸爸媽媽 有的話趕快進來 不會囉嗦很多 講重點 這就是我直播的 直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精神 來 有人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通通都有 好 兒子小 小學五年級 沒刷牙也無所謂 我今天要從兩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七歲 講到十二歲 好 每一個年紀的小朋友 越說越故意 還有處罰也不怕 都有他的心理原因 齁 都有他心理的原因 你一定要有一些方法 才可以跟他對應 然後才不會處在那種每天都是這樣子 都在抓起來的那種情緒之下 好不好 好 來 我先講一下 簡單的我們就討論一個議題 簡單的討論一個議題 為何處罰都沒用 好 來 先這個 等一下再講 為何處罰都沒用 欸 導播他們會不會反光 齁 看一下 齁 看一下鏡頭 來 為何 父母都在問 為何處罰都沒用 難道什麼事情 事事都用獎勵跟鼓勵的嗎 不是 好 我先告訴各位 齁 我先給大家一句話 齁 可以處罰 但也要給他真正的學習 齁 好 可以處罰 但是也要給他真正的學習 另外一句話 你要給他齁 你要給他的是 教育 而不是教訓 齁 再講一次齁 你要給孩子的是 教育 而不是教訓 好 希望你們有聽懂 齁 你們有聽懂 好 來 媽媽心很累的 趕快跟上 我有看到 齁 我知道你們心很累 但是 但是我30分鐘 如果可以教一些方法的話 我覺得 可以讓你稍微比較輕鬆一下的話 我認為這個直播有跟的必要 我一直這樣子講 齁 不然的話 這個平台不會有120萬人 齁 絕對不會有120萬人 追蹤這個平台已經有133萬人 齁 133萬人 齁 如果還沒有按讚的 忘記按讚的話 請請你覺得很好 很實用的話 請你給我們一點鼓勵 好不好齁 我們突破120萬了以後 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在這邊真的很關心 下一代的教育跟教養 好 我們並不是 欸 把他們生了以後都不管 沒有 其實生 比 生絕對是比養還要更容易 比焦還要更容易的齁 好 所以 生跟焦或者是養 真的是 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齁 來 為何處罰都沒用 我快速的講完這一個板子 你聽到重點 你就把它抄下來齁 好 你看看 有沒有重點 這四個原因 第一個齁 好 好 處罰啊 你是怎麼做的啊 好 不冷靜的處罰 好 帶有情緒的處罰 很多人說 怎麼可能不帶有情緒啊 他都犯錯了 我怎麼可能會沒有情緒啊 但是我要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當你不冷靜的處罰的時候 帶有太強烈的情緒處罰的時候 你的情緒感染了孩子 孩子呢 情緒也會上來 這個時候要教什麼 兩個人理事線都斷掉 所以很不容易記住 從恐懼來的處罰 從恐懼來的處罰 效果不能持久 從恐懼來的處罰 效果不能持久 好 一定有人又會問說 可是 處罰就是要讓他有點害怕啊 不然的話他就很假笑啊 我覺得 處罰讓他害怕跟你冷不冷靜 有的時候還是可以區隔開來 最厲害的父母就是 蠻冷靜的去處罰 去告訴他說 你已經違反家規 欸 這樣反而會稍微比較怕欸 如果你用標的 其實我告訴你 孩子都習慣了 都會習慣了 這很可惜 好 這第一個 有沒有用過不冷靜的處罰呢 如果你天天都在不冷靜的處罰的時候 我告訴你 最後 你最後最痛苦的 最累的一定是你自己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所以不冷靜的處罰 會讓處罰沒有效 越冷靜的處罰 那個處罰越有效 好 第二個 我說我這個板子會快速的帶過 我等一下那個分離的方法 才是最重要的喔 如果今天新加入的同學說 這個老師怎麼講話這麼快啊 因為我們不要讓媽媽們太累 30分鐘 然後講完重點了以後 你可以去看回播 你也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 去看有字幕的這個影片 我們YouTube的訂閱已經超過20萬人了喔 已經超過20萬人 第二個 處罰沒有效是 不夠具體的指證 好 不夠具體的指證 來 這個常常在講說 又要舉一下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這一本書 好 裡面悠悠的媽媽不是告訴她 你為什麼又不尿尿 剛才叫你尿 你為什麼不尿 現在才要尿 下次你再這樣的話 我怎樣怎樣怎樣 有時候 這個叫遷怒 不夠具體 好 這個時候悠悠就會回媽媽 我哪有每一次 我上一次有去啊 你不要誤會我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我 哎呀 這樣子交下去的時候 就叫做不夠具體 所以還沒有買為什麼不能等一下的 還沒有看過 欸 樂樂媽媽到底是怎麼教小孩的 怎麼跟她對話的 悠悠的媽媽還有悠悠 為什麼他們會有很強烈的親子衝突 最後到底該怎麼辦 還有最後悠悠會得到什麼樣的一個後果呢 趕快來買為什麼不能等一下 作者青千版 有沒有看到 好 來 因為我們也很謝謝大家 剛拿到博克蘭年度同書榜的冠軍 好 希望這一本書呢 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 還有小朋友很喜歡 那很喜歡的東西就會內化 很喜歡看的東西呢 就會變成是自己的 所以為什麼不能等一下 是一本情緒教育書 教孩子反省同理心的一個情緒教育書 很值得大家來看 來 已經有作者青千版了 好 來 所以要具體的指證 他犯什麼錯 指證那件事情 不要遷怒 不要扯東扯西 3926位爸爸媽媽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在看的爸爸媽媽 好 來 可以做一下筆記 第三個 第三個 處罰沒有效的原因是 缺乏冷靜區的引導 當一個孩子情緒在飆的時候 你要處罰他的時候呢 他需要有一個冷靜區或安靜區 好 在那個 在那裡面呢 形成一種習慣的時候 這個時候 處罰才會比較有效 如果他有時候在客廳飆 有時候在外面飆 有時候在哪裡飆 然後呢 然後結果你們都沒有一個地方好好的處理事情 或者是進行處罰的時候 處罰就會沒有用 而且孩子很聰明 他可能會看 這個地方你應該不敢對我怎麼樣吧 所以有時候要設計一個冷靜區去引導他 那我不喜歡講他是一個處罰區啦 我不喜歡講他是一個處罰區 因為如果你定義成那樣子的時候 孩子恐怕打死都不會進去 所以我常講說那是一個冷靜區 那是一個充電區 這個其實就是話術啦 你在教孩子的時候 你要有這些話術 所以缺乏冷靜區的引導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會處罰沒有效 再來第四個 原因第四個 孩子不覺得自己有錯 這個就是我昨天在領書上面發的 你知道嗎 很多的孩子在跟你針鋒相對的時候 還有你在處罰他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服氣 好 那最後你會拿出大人的權威 來逼他就範 他還是不服氣 不服氣 我認為自己有錯 他下次就不會改正 你想想看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這就是我一直在倡導的 孩子必須要有什麼 在為什麼不能等一下裡面 我在講 看完這些故事的時候 在幫助孩子建立反省跟自省的能力 在幫助孩子建立那個反省跟自省的能力 沒有時間管理的能力 你要反省 不能自動自發 你要反省 你做錯哪一點 但是你沒有反省 你沒有檢討 或是你不認為自己錯 結果我們還在用處罰的時候 處罰根本就沒有效 這四大點 我講得很快 但是你如果聽到重點的話 筆記一下好不好 還沒有進來的趕快進來 頭號粉絲有一個爸爸 你好 有看到 我真的很歡迎所有的爸爸一起加入 好不好 你加入了以後你就會知道說 媽媽們是在追什麼 絕對不是在追我 是在追育兒更輕鬆 教孩子更輕鬆 是在追讓孩子更好 是在追讓孩子更好 我一直深信是在 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所以不是在追我 是在追方法 是在追方法 太難教了 太聰明了 已經超過我們可以駕馭的那樣子的一個範圍了 所以當他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方法一直沒有補充的時候 你只有變成不知道怎麼溝通 還有你得要頓好幾秒 才知道說要怎麼樣教 有些還被打敗的 父母很多 你沒有發現一個五歲的孩子都已經快把你打敗了嗎 我常常在評估的時候跟很多鳳講 五歲的時候就已經那麼難教了 你想想看他八歲或九歲 真的不是嚇大家 但是問題是 每一個年齡他都有自己的心智的發展 跟他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這個整個整個整個行為上面這些變化 所以我們要提早了解 不要以為你家的孩子現在就是一兩歲 然後就不用聽 我覺得可以先預習啊 對啊齁 那也不是說到時候一定會變成那樣 我要就是說到時候你有教三歲的方法 你有教四歲的方法 你有教五歲的方法 這樣不是很好嗎 齁 再來 要開始講囉齁 還沒進來咧願咧趕快加進來齁齁齁齁齁 Others 孩子越說越故意 講不聽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還有處罰不怕 我們剛剛有講處罰也不怕嘛 處罰無效的原因我們剛剛已經有分析了 所以我不是要鼓勵大家來 不是要鼓勵大家打孩子 而是你要設定有效的處罰 你要設定有效的處罰 當然有時候也要獎勵孩子 有時候也要獎勵孩子 我們在YouTube上面有 如何獎勵孩子的特輯 一定要去追追看 一定要去追追看 很多人說太貼切了 好來孩子知道錯卻很難改正 他們都知道啊 他們真的都知道不行啊 好所以剛才在講的就是 你要給的是教育不是給教訓 你要給的是父母要給的是教育 絕對不是教訓 害怕並不會讓他永遠改正他的行為 害怕只會一時停止他的行為 只會一時停止他的行為 好不好 好來越講越鼓勵 兩三歲 孩子的爸爸媽媽有嗎 好真的被打敗 Freya你說真的被打敗 好每天心很累 好兩三歲的孩子有嗎 兩三歲 兩三歲 越說越故意 有耶 你叫他往東他就往西耶 有沒有 有的話趕快來舉手跟老師講說 對 我家那一隻兩歲的 就已經開始 你叫他這樣 然後他就篇幅這樣 還跟你走反方向 或者說是不做你叫他做的那個事情 好兩三歲 兩兩歲多不要講到三歲 兩歲多就已經很很很很很很那個崩潰了 好來兩歲的孩子 來操下筆記 兩歲的孩子越說越故意 好我在前年的時候 好有講過 也有講過一個關鍵 兩三歲的孩子越講越故意 是一種心理叫做實驗心理 就是做實驗的實驗沒錯 實驗心理寫下來 兩三歲的孩子講不聽 或者是越說越故意的時候 交往東他偏往西 就是一種實驗心理 原來他在實驗你 你千萬不要變成實驗品 你千萬不要變成實驗品 你只要處理不好的話 你就變實驗品 你連兩歲的孩子可能都搞不定 為什麼 因為你中招了 你中招了 那我們不是說他們心機很重 而是他們發展到兩三歲的時候 他本來就很多東西想要探索 想要去試試看 這個時候我提醒父母兩個關鍵 這些關鍵你今天只要了解個大概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秤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你自己整理一下 你就知道你接下來你的教養的方向要往哪一個方向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要提供大家很 就是一個大的方向 然後你走對了這個方向了以後呢 後面你可以去做你自己的微調 跟去做你自己的教法 所以這個叫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那沒有絕對好的教養方法 我也是坐在這邊跟大家討論的 好來 兩個喔 兩三歲的孩子 淡定的態度 創造玩樂的環境 好 兩三歲齁 當他跟你唱反調的時候啊 好 或許你還會覺得很可愛啊 但是有很多爸爸媽媽就是說 到了兩歲半以後 三歲以後就不可愛了 好 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最天使的時候 真的都在兩歲前而已 好 那後面沒關係啦 有方法來教他依舊有可愛的一面啊 好不好 淡定的態度 如果你跟他講說 碗拿好喔 他故意把碗這樣子倒了 然後在那邊看你的那個表情的時候 你真的要淡定 我那一天在 在不知道誰 我不知道那個媽媽有沒有現在在線上 我看到一個朋友的 應該是一個朋友媽媽的FV 我都滑得很快 那動態一定都像各位一樣滑得很快 他的小朋友是 坐到馬桶裡面去 整個一個小男生整個坐進去喔 看了都已經快要崩潰了 看了都已經要崩潰了 好來 那那 看起來就是大概兩歲左右而已 而已吧 在探索 我剛才講實驗心理 看看會怎樣 好 這個時候你如果 看到他這樣子的時候 就 哎呦你在幹什麼啊 或者是他把綠豆全部都灑了 或者是把你的粉倒到處都是的 這種例子不是一大堆嗎 好 然後衛生紙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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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 這時候你要用淡定的態度去面對這一切 然後呢 就到他旁邊講說 你可以玩什麼 好 那把那些東西收了 然後穩定的情緒帶著他離開 你說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呢 這樣子孩子才不會繼續探索跟繼續實驗 所以如果你不是用一種淡定的態度在處理他 他的那個那個你講東他就往西的時候 恐怕他會淨淘會更嚴重 所以你看這個方向對跟方向座一下就差很多了 好來 我講完你們就通了啦 真的啦 好來 有媽媽說小時候真的蠻可愛的 但現在 點點點 嗯 好OK了解 完全了解 再來第二個 創造玩樂的環境 兩三歲 因為他要探索嘛 他要實驗嘛 所以 你禁止他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告訴他他哪裡可以玩 你如果這一罐沐浴乳的時候這樣子壓 他真的就是不想讓他這樣子浪費啊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找一個空的罐子 空的罐子 裡面裝滿水讓他去壓 讓他去壓 創造那個玩樂跟探索的這樣子一個環境 所以他不是一定要壓出你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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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乳或者是他的他的他的什麼洗手乳 他是要玩這一個這一個動作你要搞懂 所以當很多爸媽看到孩子在玩沐浴乳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候 對第一個時間都對兩三歲的孩子講什麼你知道 都很不淡定喔 都很激烈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浪費 對不可以這樣子 好來我要收起來 煩了 完全煩了 真的 你做煩了 當你做的方式是煩的時候呢 孩子會探索跟實驗的更嚴重 好我希望你們有聽懂 好來沒有看到的 我要繼續往下去了 好沒有看到就自己去訂閱YouTube好不好 好王者叫育兒寶典 定起來 一定要定起來 定這個頻道比你定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東西還要更有用 真的 你沒事的時候就拿出來翻一翻 不會好看 我必須告訴你 不會像韓劇那麼好看 也不會像搞笑那麼好看 一定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他很實用 他很實用 所以所有的爸爸媽媽都在地 那很多追我的粉絲 專業的爸爸媽媽的孩子 都已經從那麼小 對啊 從那麼小 就是大概一歲的時候 現在孩子都已經 有一些都已經 已經小學了 甚至有國中的都有了 好 所以其實 其實後面的學弟妹們 定起來 好不好 來創造玩樂的環境 四五歲的孩子 四五歲來了 四五歲 四五歲我先講一下這個年紀的孩子的發展 你要懂 你要懂 因為你 對我們教我們是這樣 教小孩子是這樣 愛他 懂他 理解他 未來你就可以教得動他 來反過來 你愛他 但是呢 你不懂他 也無法理解他 在想什麼的時候 你未來就教不動他 你未來就教不動他 所以四五歲你要懂 四五歲的孩子已經有內在的需求 內心的需求了 好啦 簡單講再白話一點啦 我喜歡把那種很深奧的東西都講得很白話 就是開始走心了啦 好不好 四五歲就已經有開始有心理 的這一個層次 而且佔得滿大的一個部分 因為成熟的關係 心智成熟的關係 有內在的需求 跟有內在的滿足 而且需要很多外在的刺激 譬如說活動上面的這些刺激 好 所以呢 他越說越故意是來自於 他有內在的需求 有內在的滿足 需要去滿足他的內在 聽起來也不是什麼壞事 那要怎麼做呢 這個年紀的兩個教養重點 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要協助他表達感受 講出來 因為他講不好 所以當一個孩子呢 在那邊很故意 在那邊很故意 在那邊鬧 在那邊倒在那邊 四五歲的那種是很強烈的喔 不會對你手軟啦 也不會看你是爸爸還是媽媽 好不好 那也不要都只想到說他們是故意的啦 因為我解釋完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 你的感覺很故意 原來是他不會表達感受 所以當一個孩子四五歲的時候 他在那邊哭 在那邊鬧的時候 這個時候爸爸媽媽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告訴他說 你是不是因為拿不到而在生氣 你是不是我沒有理你 所以你才這樣 OK 好 幫他講 幫他講出來 你說這個有什麼用 我用 因為他就是因為 因為沒有辦法表達 他的內在的需求跟感受 可是他卻有內在的需求跟感受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用故意 來吸引你的注意力 好來只講一遍喔 因為還有很多人在等後面喔 好來所以呢 這叫做協助他表達感受 情感的感受 再來明確定明確的規矩 可以怎樣 不能怎樣 好 我們如果 如果 如果在外面跑的話 你的處罰 是限制什麼東西 都要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這已經是一個 進入幼兒園的一個年紀 有些孩子已經進去了 那有些已經兩三歲的時候就進去了 這已經是進入幼兒園的年紀 所以我們在家裡面 跟孩子的行為規範 要跟進幼兒園裡面的老師 在幼兒園裡面的孩子 怎樣定規矩 怎樣得到獎賞 這個時候在家裡面 你要定很明確的規矩 不可以 你定了以後 結果因為他還小 這個時候你就不執行 那一樣我不是叫大家打孩子 千萬不要用打的 你可以定約束 你可以定得不到 你可以定 我們晚一點 你可以定 我要跟你在這邊講話 你什麼東西都不能動 好 可以啊 這些都可以啊 他只要覺得有難受的時候 你就處罰到了嘛 你就處罰到了 好 所以可以在冷靜區裡面哭鬧 但是我要陪著你 可是現在就沒有辦法去買什麼什麼 OK 那這個也可以啊 定明確的規矩 這是第二個 再來六七歲 六七歲的孩子 好來 六七歲的小朋友 如果是越說越故意 這時候大班一年級 大班一年級 越說越故意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都開始都是不簡單的人物了 嗯 好真的都是已經不簡單的人物了 因為六七歲到後面要到小學整個階段了 六七歲的年齡在尋求認同 要大人的肯定 然後討厭否定 當然他會做錯 他們也會犯錯 可是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在尋求人家的認同 而且需要人家多一點的肯定 偏偏我們的孩子如果到六七歲的時候 父母的教養習慣根據我的觀察 這個時候限制會變得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們會很焦慮 我們會焦慮什麼 他要上小學了呢 或是他已經小學了呢 好這個時候太焦慮的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給他太多的肯定 給很多很多的限制跟否定 好那希望他做好 這是我們的教養習慣 希望他做好 可是多了 多了以後就不行了 他要尋求認同 你沒有發現 好來兩個小提醒 第一個 這個六七歲的孩子 常常卡關 常常卡關 他越說越故意 處罰都不怕的原因是 他其實有一些事情在卡關 譬如說我們之前一直在講的 右小銜接 寫字啦 專心啦 交朋友啦 新的團體的適應啦 被人家欺負啦 或者是想跟人家 不要講說被欺負 想跟人家玩但玩不起來啦 很多很多 六七歲真是一個矛盾的年齡 好來線上 線上有沒有六七歲孩子的爸爸媽媽 好來 六七歲的孩子呢 其實在尋求認同 所以他卡關一定要陪他找方法 寫字寫不好 你要跟他講 來媽媽跟你一起想想看怎麼辦 這個話下去的時候 其實孩子的故意行為就會降低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你了我 你了解我 你知道我卡在哪裡 好 可是如果 如果我們給的語言是 你為什麼不能這樣子呢 好OK 那你為什麼又要怎樣呢 這個時候會更故意喔 更挑戰喔 然後挑戰底線的那個行為會越來越多喔 好來這叫陪他找方法 再來 另外一個叫做正向的檢討 正向的檢討 跟孩子檢討的時候 你要建立他反省能力嘛 我一直在講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這一本書裡面啊 然後我尋回全省 一直在演講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到我的講座呢 我是不是一直在講說 建立反省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偏偏不知道怎麼建立 偏偏不知道怎麼建立 來看一下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這本書 你或許就會了解比較多 好 所以正向的檢討就是 你不要直接跟六七歲的孩子去講 可以怎麼樣 他們不想要被控制 他們不想要被命令 因為他長大了 他長大了 所以呢 跟他檢討的時候 你可以問句 那你下次覺得可以怎麼做呢 用問句 代替肯定句 代替命令句 用問句 那你覺得下次可以怎麼做呢 那你覺得你這次是犯了什麼錯 才會這樣子被處罰 在學校才會被處罰 欸你覺得怎樣怎樣這樣 OK 問他 問他 這個是比較平行的 的的的問法 比較不是上對下的問法 到六七歲以後 到後面的十二歲 甚至未來的青少年時期 真的很需要大人的尊重 那很多爸媽 我知道你們在 你們要講什麼 你會說我並沒有不尊重孩子 可是問題是 當我們在互動的時候 我們常常流露出的那種語氣 還有那種語調 命令的口吻 就會讓他們覺得不尊重 這就是當父母比較難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 這個世代的孩子變得比較敏感 所以父母要學得更多 所以只能說辛苦各位了 但是我們努力在直播上面 學一點東西 聽一點東西的話 絕對對你有幫助 好不好 再來這是六七歲 再來八到十二歲 來地表上最強的魔王 好 八到十二歲還是很故意耶 對啊齁 八到十二歲 越來越 叛逆不聽 八到十二歲 越來越 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組件 對 這就是 這就是原因之一 八到十二歲的孩子 寫筆記 抄一下 八到十二歲的孩子 開始在追求獨立 思考跟思辨的能力 開始急速的提升 所以在心裡面常常有產生一句話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這個乾脆當下一本書的書標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八到十二歲追求獨立 思考思辨的能力開始提升 不覺得你是對的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好來 兩個提醒 加油八到十二歲的孩子 甚至我覺得大一點的 我覺得也蠻適用的啦 第一個 八到十二歲很忙 來 王老師問大家 你家裡面如果有 有小學生的話 小二 好小三 小三小四 小五小六 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 孩子變得很忙很忙很忙 一大堆功課 一大堆評量 一大堆考試 一大堆事情要做 好來 我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的孩子變得真的是 超級無敵故意的 而且處罰都不怕 已經皮皮的 很很 就是好像什麼都無所謂啦 好啦打就給你打啦 然後罵就給你罵啦 我考壞也沒有關係啦 我被人家笑也沒有關係啦 等等 我有我們輔導過很多的孩子 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的孩子已經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他太忙了 請你留一些空白的時間給他 記得不要把它填得滿滿滿的 留一些空白的時間給他 幹嘛呢 發展他的創造 發展他的思考 讓他休息 在這樣子的一個空白時間裡面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快樂跟正向情緒 好所以 留空白時間給孩子喔 如果你的孩子是8到12歲的時候 不要把它填得太滿 好不好 好來 會反彈的 反彈的時候就會用故意的方式來反彈 好再來 親子講話的時間要建立起來 齁 一個叫有空白時間 一個叫要有親子對話的時間 要有親子對話的時間 只有留下他小時候的那個親子對話那個時間 他才能感受到以前的媽媽跟以前的爸爸 這個時候呢 他才會放下他的防禦跟攻擊 好好的來告訴你他心裡面的聲音 齁 所以如果你有聽到重點的話 你一定要記下來 齁 好來 所以呢 一定要留下親子對話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讓他去記得他以前小時候的爸爸 以前他小時候的媽媽 好那那一份那一份情感上面的傳遞 不要等孩子大了以後 越來越沒有齁 越來越沒有 那你要不要每一天跟孩子抱抱 我無所謂齁 齁 好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有些人習慣 我覺得有些孩子也不習慣 因為有些八到十二歲的孩子 你要跟他抱他 有些 怎樣的 好所以我說沒關係齁 齁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保留每一天跟孩子對話的時間齁 齁 他才不會越來越故意一直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今天的這一集齁齁 我認為 不好意思我自己覺得我今天講得很好 你們覺得我講得如何呢齁 好那我相信應該有講到一些重點齁 真的有講到一些一些重點 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關係齁齁是這樣 就是你跟你的孩子的關係是 你都會忍不住大吼大罵齁 齁 然後他也常常用哭鬧不理的方式來跟你對應 好 而且常常跟你堅持到底 拜託 pens 那你一定要告訴自己齁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齁 也就是這一個直播的最重要的目的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 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絕對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一定要改變你的教養方式齁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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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因爲齁齁先 可以去书店 翻一下书 或者是上网路书店 把它买下来 为什么不能等一下 把它买下来 你一定可以在这些书里面 找到怎么样教养孩子的一些 一些好方法 还有不同的方法 好不好 希望今天这一集呢 大家都喜欢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定起来 然后帮助到大家 你们夫妻可以沟通沟通 或者是你跟长辈可以共同沟通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 好不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